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常常人怎么样的挥霍 不在乎 可是神赐给人的福气 不是理所当然的 海伦凯乐写过一本书 给我三天的光明 三天见你 他全忙 全荣 全雅 在黑暗的当中生活 我希望上帝给我怎么样 三天就够了 他说我要用这三天 看到外面灿烂的阳光 看到我家人的微笑 看到我老师的面庞 灿烂的阳光 家人的微笑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 都认为什么 理所当然 对不对 今天早上你出门 有没有谢谢上帝说给我们阳光 我做学生的时候有一辆旧车 旧车之所以称为旧 也就是不太灵光 常常怎么样 发不动 每一次啊 延东下大学的时候啊 当我们坐到这个车上来 一发动 居然怎么样呢 这个车子发动了 哎呀满心感谢赞美祖 来后来做教授了对不对 不能再开旧车了 我从来没有在出门的时候 就感谢上帝让我的车子可以发动 我认为说啊 这是理所当然 不 这一些福气不是理所当然 一个人 他如果能够感恩的话 这是打开他喜乐的钥匙